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好 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 8月15号 香港有条渔船叫做启封二号 他们上面逮着14个人 是保钓人士 就驶向了钓鱼岛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 到了以后 中间冲过日本有9条防卫船 包围着他们 冲过了3条防线 最终到了钓鱼岛上 这个保钓运动 始发于上一世纪的60年代末 当时到目前为止 中国人有4次登上了钓鱼岛 第一次是在1970年的时候 那是台湾的中国时报记者 首先去登钓鱼岛去采访 当时钓鱼岛的事件是由台湾学生 还有海外华人 还有台湾一些民众 首先发起来的 第二次就是在1996年的10月7号 上午6点 香港人的陈玉南 还有台湾的议员的金剑寿 还有香港议员的曾建成 这次也去了 他趁台湾自立6号 也是通过了封锁线去登陆的 第三次是在04年的时候了 04年的时候也是在3月24号上午6时26分 这由7名中国大陆的民间保调人士成功登上了钓鱼岛 而最近这次就是这次 这次也就是由上次曾建成 香港的曾建成有14个人他们进去 而且被日本人全部给拘禁了 钓鱼岛的事件 历史已经过了 现在40多年了 从它的历史背景来讲 二次战争结束之后 西方的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了 冷战开始了 冷战开始了 所以美国为了围堵冷战 现在这个共产主义阵营在亚洲地区就要围堵中共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他就在尼克松时代 1971年他们就做了个部署 就什么呢 1971年6月17日 美国和日本呢 签署了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 它就简称什么 就是归环冲绳协定 因为冲绳在战争结束之后啊 是美国军方管制的 那么到了1971年呢 他就把他冲绳呢 全部交还给日本人去管理 这个主权现在也没定 交给你管理 所以这个中间就把 根据开罗宣言也好 波士顿公告也好 所规定的 把台湾连同钓鱼岛 应该还给中华民国 他就把这个钓鱼岛画出来 特别画出来 交给日本去了 这事情就这么样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当时为了要冷战的需要 美国人就在远东地区啊 建立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线 有两条封锁线 因为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一岛连和第二岛连 中国是王海北海南海朝东啊 都是要靠近太平洋嘛 他就在进入太平洋之前呢 有一些的岛屿把它包围起来了 他从北边的美国的阿拉斯卡 一直往南走到阿里顺群岛 再往南呢 到日本的这个日本本土 北海道 日本本土 再往南走 就到了钓鱼岛 钓鱼岛以后就到了台湾 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 菲律宾再往南就到印尼 再到南半球呢 到了澳洲 这是叫做第一岛连 几千英里长啊 是 就完全的封锁中国 那么第二 为了房子保险期间呢 他又建立第二岛连 他从阿里顺群岛到日本以后啊 就往太平洋的方向转 就到关岛去了 关岛里日本还要上千英里啊 关岛以后再往南 再到印尼到澳洲 这这么两套房子呢 就把钓鱼岛放在中间 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是 这次登上的一个钓鱼岛 是刚刚发生的这一二年事情 上一次啊 就是在04年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了八年的这个历史了 这个八年期间呢 中国 美国 日本这个国家之间呢 三个国家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力量呢 你销我长的这个也发生了很多 特别在去年的一个美国总统奥巴马 宣布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 叫重返亚太 这个战略的话 又成为这个就是一个 重新调整战略重点的一个方法 这个包括什么 包括政治 军事 经济 外交 各个方面重新到部署了 这个因为现在啊 这个美国的一个贸易的重心啊 跟整个的战略重心 进口贸易啊 都在亚洲国家 而这个大西洋国家的一个份额啊 已经不足以和这个亚洲 亚太国家相比较了 以前呢 这个美国的军事重点呢 是在这个苏联 他认为这个整个这个国际上 有几个重工业区 重工业区支持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包括这个欧洲啊 像这个日本的苏联呢 他说这几个工业区主要是我们掌握的 那那就那共产国家就不能够发动那大的战争 我们等军事发生战争 我们打赢战争 而现在这个俄国的这个苏联已经解体了 所以在这个军事上呢 你重点放在欧洲就过于庞大 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力量转移到这个亚洲去 而且最近这个三十年来啊 中国的这个这个整个这个军事量增长 是非常的的变化 所以呢这个到了00年以后呢 这个美国国会要求说 那个那个你总统 你必须美国政府要向国会报告 这个中国军事量发生变化的报告 所以你要随时这个把这个东西要告诉我们 所以呢到那个小布什时代呢 他就发动伊拉克战争 现在已经结束了 而阿富汗战争呢 计划到14年代就完全这个结束 所以在这时候呢 这个美国就不需要这个北约跟这个 还有那个东亚南亚这些地区啊 这个要解决出来 他把这军事量啊 要重新的根据经济变化 重新的部署亚太 而这呢就是符合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 而同时呢 美国这个重返亚太的一个政策呢 也受到了东盟十多个国家的欢迎 包括这个印度啊 都愿意跟他合作 你看 那么这你现在重返亚太 这个事态 光美国一个人呢 这一个人一加之间行不通 他一定要考一个很好的帮手 这个帮手是谁呢 他看中了日本呢 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还有相当的经济力量 就做他的一个 在重返亚太中间合作的一个帮手 所以这就变成了什么呢 美国和日本联手加强围堵中共 这个事态啊 已经明显的出现了 非常明显的出现了 那么最近呢 美国国防部长和日本的国防部长 他们就开会 要调整 调整什么 调整他的一个方针 这个方针就是要改变 要围堵中共 这维俗中共中间呢 他要加强两个岛 上面说讲的岛链啊 要加强这个 加强的岛链军事部署要部署 部署好 并且他重新部署力量 把这个重生岛的美军力量啊 移到关岛去 并且把日本人呢 也把军队也派到这个关岛上去 这样呢 就准备让你中共啊 有可能会突破第一岛链的时候啊 他要第二岛链呢 来防备中国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他日本呢 就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在日本呢 同时要拉 东盟进来 把东盟也拉进来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今年二月份开始的王爷岛事件 日本人要插手了 美国要插手了 所以从东边到南边呢 要围堵中共的时候啊 要把日本人拉进来 这个岛链呢 他绝对不会放弃 是 在这个今年的7月31号的时候啊 日本呢 发布一个防卫条白皮书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 他就说呢 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从中国的军事动向看 中共海军进入太平洋 已经常态化了 现在中共海军已经基本无足的 可以穿过这个第一岛链 而且呢 他就从日本海域附近的进去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等于是他认为这个中共啊 开始各种方式挑战这个钓鱼岛 这个第一这个岛链 所以呢 这个 而中共呢 就一直以这个占领台湾为第一优先的 现在他没办法占领台湾 那没有占领台湾 他就要考 其次就考虑钓鱼岛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一面呢 这个 他们就看到给担心了 所以呢 这个日本呢 也担心 美国也担心 所以但是美国呢 就他们都看到个 刁鱼岛这个重要性 而且美国最近呢 也多次表达了对刁鱼岛的一个关注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这个 再生表达说 刁鱼岛是在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之内 他就是为个 重申这个 就防止这个 中国啊 对日本的发动这个 刁鱼岛采取经续这个行动 你看 那么就我们就看 现在这个焦点呢 焦点到美国 美国的焦鱼岛的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啊 又叫查理的阿米迪奇 最近这几天 8月15号 在华盛顿做一次讲话 他讲话是这样讲 美国以据美日安全防务条约 有义务协防 在日本管协权之下的行政管理区域 包括 中国称之为了钓鱼岛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有答案 他说不能够有答案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们必须了解 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由于日本做出挑衅行为呢 还是日本改变了现状 如果是这样 那么美国会有某一种回应 反之 相反的 如果是由于日本所管辖的钓鱼岛造到了攻击 那我们就会另外一种反应 这话讲得很清楚了 你要攻击这个钓鱼岛 我另外一种反应 那就是军事反应了 这可见了 这个钓鱼岛在他们的眼里面 你是不能就碰了 那么这是一个从军事角度讲 那么从这个主权角度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啊 纽兰啊 也在18号 8月15号也讲话 他说 你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 为了钓鱼岛这个主权问题啊 美国人不选占边 我也不说是你日本的 也不说是你中国的 这个8月7号啊 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这个马英九啊 他这个表示 基于民族大义必须坚持 一寸都不能让步 这个马英九还说什么呢 说这个开国宣言的 其波子坦公告啊 都已经列入美国 条约和国际协定的汇变中 日本于这个1945年9月 签订的这个投降书啊 也纳入美国法规大权 他说显然这些文件 都具有约束力啊 是符合国际法的规换的 也不是什么新闻公告 所以根据这个开国学员的 和这个波子坦公告啊 钓鱼岛这个应该归属于中华民国 1972年的初啊 尼克森访华 这是破病之旅 所以到了中国的访问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安排好了 我再来给他访问 访问的目的干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两家联手 美国和中国联手防止俄国 是 那些俄国是 这个是 头号敌人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呢 要打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美国中国 已经断交了20多30年了 所以开始把门打开 那个尼克森好接着联任总统 那这个目的呢 他们达到了 因为周恩来和尼克森谈判啊 发表上海公告 当时有这么一个看法 就是说有的 就是说毛泽东要好 周恩来要好 他们对尼克森安排 把钓鱼岛交给日本去管理啊 他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那几个无人小岛嘛 不会妨碍我们这个大使大局啊 对不对 我就交给你好了 你就去管 你们去助理 但是没料到啊 日本人不这样看 你交给我管啊 那我就把他以后归我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日本人一直多少年来 就都要走这条路 再一个从70年代 70年代中的时候上个时间 发现钓鱼的底下 中国大陆大陆架上面 底下全是石油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嘛 从军事作用军事意义啊 扩张到了军事意义了 所以日本人呢 急急要争取 那么中国呢 结果走到一条另外的方向 没有去好好把这个钓鱼岛 在理合情合理合法的技术上 把它争取回来 而把它放弃掉 是 这个邓小平这个上台之后啊 他对这个钓鱼岛啊 提出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政策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主权归我 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这个政策是非常荒唐的 这个既然开国宣言和波斯坦公告 都确定了台湾是 这个同钓鱼岛啊 都回归这个 这个中华民国 而中国 你中共又说这个台湾是中国领土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既然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就不坚持钓鱼岛这个主权不容侵犯呢 对 所谓的搁置争议就表明是有争议 你承认争议 而且意味着这个不坚持这个主权的立场 你公共 大概你可以来到我家 你可以开发来 所以你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为了短期的利益 为了他的执政啊 他把中国这个长期的根本利益给放一边了 这真是一个卖国的行为 中共政权那么软弱 可是中国老百姓不软弱 中国老百姓一直在抗议 这几十年来 四十多年来的保断印度一直没有停止 所以这条路 还有上上长的一段路要走 各位观众 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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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